本长野陷害人凶杀案 31岁议长儿子 亲目阵线持刀枪 杀害包含警察在内的四人 引发国际关注 胸前25号下午4点多 身穿迷彩服 戴着帽子墨镜口罩持刀刺伤女子 被想到两名警方货报到场 人都还没下车就遭嫌犯开枪击毙 两名训职员仅证实都没有穿防弹衣 胸前犯后躲在议长爸爸的家中 警方大阵仗出动进行围捕 直到晚间8点多 现场还枪声大作 就在这个时候 议长夫人也就是胸贤的母亲逃出后 亲口向警方证实 他们追捕的嫌犯就是自己儿子 深夜对峙时 日没从远处守候 隐约拍到有人手持长枪 整个围捕过程 一直到天亮才落幕 警方此时突然放下盾牌 凌晨4点多 对外通报嫌犯已经落网 对峙过程为了安全旗舰 一度疏散附近居民 传有些警方透露 他们最后是透过电话 劝说嫌犯才气泄投降 至于他的犯案动机 正在深入调查 提醒我们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